今天,有媒体曝光刘亦菲在咖啡厅喝下午茶的照片,这件照片中刘亦菲身着白色的雕绒皮草大衣,虽然没有化妆,素颜亮相的她,皮肤依旧显得十分光泽,脸上看上去也满是胶原蛋白,丝毫看不出她的胶原蛋白。 她如今已33岁了,不得不说,我们的神仙姐姐在个人保养方面还是十分有心得的,能够素颜出现在公共场所,足以证明刘亦菲对自己的颜值是相当自信的。 新年新气象,马上就要过年了,刘亦菲也特地的换了一个新的发型,不再是长发飘飘了,而是显得十分尬烈。 低调的短发搭配在神仙姐姐头上,恰到好处的长度,且丝毫不显得突兀。 可以说,以前的长发留意非给人一种优雅,短妆,十分女神般的感觉,而短发则是温柔乖巧,就如林家女孩一般。 不过仔细一看,神仙姐姐的脸似乎有些胖嘟嘟的,看来应该是马上要过年了,工作基本忙完了,才能不顾虑。 神仙香到处吃吃喝喝,事实上,在刚刚过去的2019微博之夜翻奖典礼现场,身穿凭尖礼服的刘亦菲,就被网友吐槽,要比身边的佟丽娅、杨幂看上去还好。 但也有不少拥护她的粉丝,觉得有点壮的她看上去更可爱,更健康。 所以,如今刘亦菲的体型似乎如了不少粉丝的愿望,不过由于最近是传染病的多发期,粉丝们也在微博上提醒刘亦菲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,记得戴上口罩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